我告诉你们这个各位 人生要想成功啊 第一个叫贵人相助 第二个叫高人指路 第三个叫责人开悟 这个很重要 有人又问了 老师哪里有贵人 你要先成为别人的贵人 帮助别人 别人才有可能成为你的贵人 因为宇宙是圆的 付出什么就会收获什么 今天我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呢 现在没有收入 然后我就刚好找到了一个学生 另外一个学生 他现在一个月 通过跟周老师学习 也能赚十几万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样 我说你有一个小师弟 然后呢 帮他这个这个 让他跟你一样赚点钱 不图像你一样 一个月能赚十几万 你让他一个月 能够赚一万块 我就安心了 你别着急啊 你赶快给我介绍一个 一个月能赚一百万的人 带带我呀 我还想让我的收入增加呢 我说你看到没有 我说你知道你为啥 一个月只能赚十几万不 我说你知道你为啥 你一个月的收入 就是提升不上去不 就是总是想着自己 对吧 你想不给你介绍 一个贵人来帮助你 让你的收入 从一个月赚十几万 咔嚓一下上到几百万 那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不只是此刻正在帮你 我给你一个小师弟 让你帮助他 一个月赚一万块 如果这个学生 真的听话照做了 不提心生起了 他帮助了这个小师弟 解决了这个小师弟的 生存问题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他是不是积了个善缘 他是不是做了一件善事 那他是不是成为了 这个小师弟的贵人 好 当他成为了 他小师弟贵人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有一个贵人出现 这个贵人就是一个月 能赚上百万的人 就提携他一下 给他一个机会 咔嚓一下 给他变成月收入上百万 我告诉你们啊 周老师在十年前 搞懂了一个道理 就是那个如来那句话 本欲度众生 反备众生度 总是想贵人在哪里 贵人在哪里 我的贵人 为什么总是不出现 好 你成为别人贵人了没有 你要想贵人出现 很简单 你先成为别人的贵人 你看我们有很多人啊 就是我是销售冠军 对吧 我让那些小师弟 小师妹向你请教一下 我平常教你啊 我哪有时间教你啊 我凭什么教你啊 你看 这就是普通人 但是你知道我吗 我在做销售的时候 我是销售冠军的时候 只要有任何人 请教我问题 我都会教他 就是我是很多人的贵人 所以我生命当中 出现了很多贵人 我不知道这句话 大家能不能听懂 来自得贵 把这句话打到 打到公平上 我是很多人的贵人 所以我生命当中 出现了很多贵人 是首先 我成为了别人的贵人 我的贵人才会出现啊 因为当你有一天 觉醒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本来就只有你自己 你输出爱 就会收获爱 你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其实人生 要想赚钱 说实话 真的非常简单 赚钱的核心秘诀 就是服务人 你能够服务多少人 你能够帮助多少人 你对他的帮助有多大 你就能赚多少钱 就这么简单 服务人就是钱 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明白 我还是那句话 我现在不正在教你如何让有贵人相助吗 有高人指路吗 对不对 有责任开悟吗 那就是你先帮助别人啊 对不对 什么叫开悟 来 赵赵贵 什么叫开悟 你跟你老婆很幸福 你遇到一朋友 你朋友都快离婚了 过得很不幸福 如果是我 我会马上去把这些夫妻叫回来 我们夫妻两个给他传说传说 我们夫妻是怎么幸福的 让他也幸福 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他看到别人不幸福 他会觉得那多好啊 那多好啊 我凭怎么要跟你说啊 让你幸福啊 周老师 我相信你 但是很多人说你是骗子 别人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 八万四千个人看我 就有八万四千个我 所以我是我 我非我 一个人是圣贤 但是在某些眼睛里都是骗子 孔子算不算圣贤 你告诉我 但是在孔子所争的那个年代 有多少人认为孔子是骗子 很正常 不重要 还是那句话 你怎么对别人 别人就会怎么对你 叫爱出者爱反 总是想算计别人的人 到最后也一定被别人算计 那个亲爱的 我问你个问题啊 有一个人 他走在街上 他跟他朋友关系非常好 两个人都很漂亮 走在街上 结果一不小心 树枝刮到他眼了 给他一只眼整瞎了 然后他们突然走到了山上 有一个神庙 这个神 神说这个庙拜神很凉 你可以许一个愿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再说各位 你们会许什么愿望 你们会许什么愿望 如果是我 我肯定马上就会说 那我的眼睛治好啊 但是你知道那个人 许了个什么愿望吗 让对方眼睛下 对 让对方眼睛跟我一样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世界就有这样的人 就是这种人的目标 是极其恶毒的 这些人的目标 是极其低能量的 他的目标 他的梦想 竟然是让他的朋友 跟他一样变瞎 那咋 为啥不能让自己变好呢 老师我明白了 为啥数字 是让他的眼睛变瞎 他是一个恶毒的人 你看他朋友的眼睛 并没有瞎 所以这个世界 就有很多人 他就是这样啊 他过得不好 他不想如何 让自己过得好 他想让你如何过得 跟他一样不好 所以这个世界之所以 有这么多的杀戮 阴谋诡计 官司官非 尔虞我诈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有很多像这样的人 就有人说了 这叫嫉妒 你说对了 你知道吗 十中罪里面的 最重的罪就是嫉妒 嫉妒他的眼睛是健康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这就是我跟你们 最大的区别 我永远是想让别人都好 咱们都好不行吗 为啥都要不好呢 对不对 所以在座各位 找鬼道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高人之路 你人生为啥会迷茫 刚才有人很多人在说 我很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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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为什么迷茫吗 因为你人生没有人生导师 你人生怎么会不迷茫呢 请问我在没有找到 我的师父的时候 我没有迷茫 我也迷茫 后来我不迷茫了 因为我找到罗伯的亲戚 所以有人说 人生迷茫就是缺人生导师 要找一个人生导师 怎么找鬼道 找到导师的鬼道 这样就找到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 这样的师父怎么办 那就蒙 东南西北中 全去一遍 对吧 金木水火土的行业 全干一遍 总有一个行业是你的鬼道 记住一句话 树挪死 人挪活 当年的周老师 没有学历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多么的无助 但是那些事不都过去了吗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加油努力 相信自己 只要不停的学习 只要不停的成长 只要不停的行动 只要不停的保持正能量 只要不停的保持这颗赤子之心 这颗善良的心 这颗成就人的心 你早晚成就大业 周老师祝大家天天快乐 心想事成万事 如意梦想成真 财源广进 早日明心见信 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希望世间的所有美好 都能够与你我缓缓相扣 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富有 越来越好运 越来越幸福 家人越来越好 事业越来越好 身体越来越好 运气越来越好 一切都越来越好 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全人类都越来越好 爱你们如同爱自己 祝大家天天快乐 大家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你是不是每天都很忙碌 但是依然入目敷出 你是不是每天早出晚归 但是生活依然过得很拮据 难道你就甘心这样度过一生吗 如果有机会能够让你走出 这样的人生困境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周文强老师将会教你如何用财商来解决你生活遇到的所有问题 点击下方链接即可预约课程找到周老师 让周老师带你走进财富的大门 你可以听周老师四天的课程 你告诉我直函就不是 这四天的课程讲什么呢 讲财商智慧 讲创业 讲如何应对当下的危机 讲如何直播 讲如何抓住当下最新的赚钱趋势跟风口 你未来有机会来到我的现场听我讲课 甚至成为我的学生 都是有机会的 好不好 点击下方的财商智慧课程报名